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名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不是很忙 你不是昨天才演出 是不是很驚喜 好驚喜 好 那我們 我愛你 哇 我真的很感動 因為我完全沒有想到春歌會來 因為春歌在全平行運動會裡面 真的是很照顧我 他跟道哥還有哥哥他們三個都很照顧我們這些晚輩 有一次 因為一開始我 我參加全民心運動會的時候 我其實那時候是穿了一雙阿乾鞋 然後是比較破手的 破舊的 那其實他有點不太好跑 但我想說沒關係 因為我覺得這就是訓練 那訓練就是穿這樣OK 但春哥那時候就 他就送了我一雙新的球鞋 然後我就那時候就覺得 慢跑鞋 慢跑鞋 因為跑得快 對 你穿阿乾鞋 你知道那很容易就是扭腳 你知道 因為損失一個人 其實對戰力來講就是損失很大 我不希望他損失 對 因為他跑得又快 對啊 其實我身兼潛潔的角色 這個當下真的會很感動 我就覺得 我居然就是有一天能被這樣照顧到 而且是我的偶像 春哥幫他說感受到那個腹肌 他的腹肌真的很強 他的腹肌真的很厲害 你是隨時都在地 每天都會訓練嗎 沒有 其實我覺得也是因為運動會 跟藍隊大家一起訓練 但我保持比較 就比較好 你來的時候你就在那邊掀 跟靖龍在那邊掀 我沒有跟他掀 我怎麼掀得過他 有啦 他在那邊掀的時候 你也在旁邊在那邊擦汗 假裝 我是看一下我有沒有 害我跟谷哥都不太好意思 後來 後來過了 過了差不多到過年的時候 哇賽 谷哥也有 那你什麼時候有 那你明明就有 沒有我現在是平的 至少我現在是平的 對 我再加髮性 前傑有對 有些隊員 優惶工作 真的要來練習 那你 對 等到什麼樣子 因為我自己覺得 因為每一隊 其實他們的氛圍跟節奏 是不一樣的 那 其實 大家都是可能需要時間 去磨合這件事情 那我們那時候 沒有沒有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是受到第一屆的 影響 因為第一季其實工作他們也都排開 就為了訓練 對 然後到我們第二季的時候 我們就延續第一季的那個 學長節的那個傳承下來的事情 所以我們有很多工作 就去做完 然後趕快又趕回來練 因為你很怕就是 你當老鼠死 那第三季 第三季你說 你都給第三季一些建議 建議喔 工作排開的部分 我覺得之前那種排的 就把它趕快好好做完 但是後面 因為真的 其實到 中半段的時候 你身體會真的很累 你會吃不曉 對啊 我覺得你既然 要來參加這節目 你就要有必死的決心 這兩季有報道說不用愛 他可以再回 你有關心小姐 不會 最近有跟小姐聊天嗎 你感覺是心靈導師的部分 會開導你很多朋友啊什麼的 沒有欸 我其實跟他聊 都在聊就是 最近壓力有沒有很大 因為他又要接第三季了嘛 然後他會一直說 我這次一定要贏你的這樣 對其實都是圍繞在運動會上面 對啊 然後也希望就是 如果有機會 我們這七個人 可以再回去觀察中 再住個14天 對 就是再去體驗別的 那就是大家 看大家時間嘛 然後看製作單位 要不要讓我們回去 沒有其實我們七個人感情也很好 對啊 但是彼此都 關心互相 就是大家的工作 就圍繞在這上面 好